有人问过,车速停车场难道不会担心人生安危吗? 担心当然会担心,就是因为担心,所以更要做好行程规划与地方选择,以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荷欢山为例,坏人不至于大费周章到如此高的山上做坏事,好吃懒做的人更不会想到这种地方过夜。 不过出门在外景决心不可少,凡事皆不可掉以轻心。 河欢山是台湾少数几个可以直接开车上雪景的地方,但该地最适宜车速也迎的季节为何呢? 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都不错,冬天就不太适合了。 河欢山冬天温度太低,下了雪天气更冷且追雪足狂奔上山,武岭人潮汹涌万头钻洞,山上防洞预寒的设备本就不足,一群人涌上山行车危险,停留在停车场更是冷到不行。 平日夜冲河欢山车泊,夜观浩瀚银河,临赏星际律动,隔日一早攀登附近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,欣赏日出光芒唤醒万物,流云奔永云海晃荡,享受山上清凉的气息,感受灯百月的快感。 本影片仅就几次夜泊停车场的观察心得,分享给大家。 和欢山停车场 周休假日想要在和欢山停车场停车较具难度,攀登起来山群峰的山友会将车停在这里,一般游客想要剪几座简单百月,登和欢山东风,石门山或到和欢间,哈哈山渐行等,也会将车暂停于此。 和欢山停车场的构筑踩阶梯状,四层是分布,第一,二层个别有16个停车阁,第三层面积缩小仅设置8个停车阁,最后一层前面有4个汽车停车阁,后面则划设15个机车停车阁。 虽然停车场区域是一处斜坡地,但踩阶梯是构筑车位平坦好停。 停车场处于一个山凹区域,又位于台14甲线的一个90度弯角,双向车辆到此都需踩刹车减速,故而产生刹车声与加速噪音,白天声音散射效果较好,寂静的夜晚就会感受车辆噪音的无奈了。 车停于此,若需要使用洗手间时,需要步行跨越马路到对面瞭望台下方的厕所,厕所一早就有人清洁维护,晚上男女厕所皆正常开放灯火通明。 海拔3150公尺的松雪楼是一间旅馆,民众可于此住宿,用餐、喝水、休息或上厕所,相关服务的提供甚为充足且方便。 若需要取用饮用水,仅能步行200公尺到对象的松雪楼取用,馆内一楼饮水机的最高温景设施50度,只有温水没有热水,仅能饮用无法泡茶、泡面,且松雪楼晚上12点后,柜台人员休息会将大门关闭,非住客即无法进出。 松雪楼的餐厅早中晚三餐公餐,非住客可于用餐时刻前,先到餐厅柜台前排队缴费,之后听从服务人员安排座位用餐。 倘若至此出现轻微高山症的朋友,可以在餐厅对面的氧气供应室,使用氧气机吸氧来缓解症状。 大部分会将车子停泊于此的都是登山客,车子流动性不大,想要停车最好一登山客的作息规划,登山习惯登早黑不摸晚黑,大部分都是下午两点前必须下山,所以想要等停车位,最好下午五点前到达,较易有车子离开。 小风口停车场 泰鲁阁国家公园和欢山管理站距离和欢山北风步道入口约500公尺,想要登和欢山北风或北西北的山友,停车的第一优先都是管理站旁的小风口停车场。 其次才会停于下方的小风口第二停车场。 停于第二停车场要到和欢山管理站,需爬一段不算缓的阶梯坡道,而后再过台14甲线的马路方可抵达。 对于车博者而言,管理站旁的小风口停车场位最优。 和欢山管理站设有无障碍及男女厕所,管理站于下午五点至隔日早上八点前关闭,游客需由东侧阶梯通道进入,此时仅开放无障碍厕所与女厕。 管理站于无障碍厕所前设有开饮机,24小时提供热水但没有冷水,且因地处高海拔的关系, 开饮机能够提供的最高温度仅达设施93度,不过这个温度用来泡咖啡,吃泡面已相当足够了。 厕所内皆已换装新型感应式水龙头,不知何故,晚上女厕与无障碍厕所的感应式水龙头皆无法出水, 不过还好轻信的是,至少马桶都还可以正常放水。 白天管理站的贩卖部有一些简易的食物与餐点贩售,若是自带泡面可于开饮机装玩热水, 坐在贩卖部前的桌椅,望着前方小风口美景一同享用。 管理站旁的小风口停车场停车位不多,几乎是常态性满停。 常常都有停于车道等待离开的车辆,想要与此车速的朋友,大部分都是以此地为目标, 停车场为便利排水地形呈现地自行,中间几个车位较为平缓,两侧则有些向内侧倾斜, 不过原则上问题不大。 停车位后面有一个小区域,刚好就在车子后面,在后面就是树林, 算是相当隐蔽的一个地方,地面常有金一百枚来回跳动,为此地增添一份热闹的气氛, 且对于自备烹饪器材的朋友而言,这个小地方算是蛮好使用的空间。 小风口第二停车场虽然可容纳116辆车,但周休假期也是常常早上6点多就一刻满, 若想到此顺利停车,几乎也都是必须摸黑上山才有可能停得到车位。 无论早晚何时车行上荷欢山,建议最好都先在清静第一停车场停留一下, 上厕所,买东西都行,来回走动先适应一下高海拔环境, 若是夜冲上山,更要把握夜间欣赏银河的机会。 荷欢山属于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区域范围, 高山上的垃圾,除于处理不易, 个人制造的垃圾,除于街请自行带下山。